字幕提供 字幕提供 面對恐襲不用怕 鐵路系統傳來RRT 首城那幕鐵路應變部隊 摘出的聲彈是甚麼 是否新武器 有關戰術裝備的小秘密 就讓我們為你一一揭曉 鐵路應變部隊 扣置的裝備 是因應地理環境扣置的 而在這個Granet 用作發出聲響 而配合我們 戰術所需 鐵路應變部隊 專門駐紮在鐵路系統裡 所以我們會因應地理環境 去研發有關的戰術 而針對或者保護鐵路系統的網絡 這四大反恐部隊 每年都會作出一個輪選 四日三夜的輪選 我會留意考生有四方面 第一方面就是態度 第二誠信 第三就是技能 而最後就是知識 完成了輪選 會進入十二週的基礎訓練課程 課程完了之後 就有機會成為鐵路應變部隊的成員 有機會成功 就有機會成功 就有機會成功